这回声 我就弄不明白了 老末为了排除一击 也没必要这么玩吧 我记得谁刚才夸他 深谋远虑 手段高明来着 我那是逢场作戏 就算他理由再正道 那到头来 还不是把我们耍了吗 可能师傅是想要这一出 测试下我们的忠诚度吧 公斗西雅 这哪是现代企业老板干的事啊 你说他费了这么大劲 就是想证明谁对他忠心 谁对他不忠心吗 这年代人性哪经得起测试啊 你除外啊 你是经得起人性考验的人 这老萌啊又给我上了一课 我现在对他那是五体投地啊 那你说这萌太跟小萌知道真相以后 做何感想啊 对了 还有他那个老妈 那么大岁数啊 为了给孙子争财产都冲到一线上去了 我天 老萌这出戏演的 我算是看明白 什么是商场如战场 哎 茗玉 你跟我加起来 跟老农婢那道行还差得远着呢 你闭嘴吧 你发这些没用的老嫂有什么意义啊 我这不是发老嫂 我这是伤心啊 我们为了她保住重城 你看我人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命都豁出去了 你还把你二嫂打进去 她呢 拿我们当人看了吗 我们就是她棋盘上的一个棋子 干啥呀 我还没说完呢 到了 哦 到了 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啊 辈儿有道理 我儿子 到了 对 说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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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可以对一个女人大打出事 而且是拳打脚踢 打得茗玉战都站不起来 她是不是人 她怎么可以对自己家里人下这么狠的手 那是往死里打呀 大嫂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茗玉现在在哪儿啊 茗玉她现在已经被120给拉走了 茗玉你告诉苏明朝 茗玉已经报案了 这事不会不了了之的 茗玉 솔직 茗玉 茗玉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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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 怎么了 这么晚又出什么事了 没事 妈 我回去一趟 那 有事来电话 知道了 你赶紧睡觉吧 谁啊 警察 警察 不是 你们找谁啊 哪户啊 我们找苏明辰 麻烦您开下门 你是苏明辰吗 我是他爸 他人呢 是 你是苏明辰吗 刚刚我们接到一个报案 您与其伤害案有关 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不是 警察同志 这这孩子犯什么事了你 麻烦您让一下 不要影响我们执行公务 没事 走 莉莉 老公你怎么能打名誉呢你 我就想跟你出口气 我就去问问话 很快烦烦您让一下 我们再执行公务 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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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呀 现在怎么办 带来从小到头的 兄妹大闹 怎么还动用警察了 是明玉报的警 现在明城被带走了 怎么办呢 赶紧想办法呀 爸 从前大闹 都是你妈来管 这回都用警察了 喂 喂 大嫂 明城刚刚被警察带走了 现在该怎么办呀 爸怎么说 爸什么主意都没有 大嫂 你们住哪儿啊 你把地址发给我好不好 咱们一起想想办法 我现在就过来找你 好 那我现在就发给你 你过来吧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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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进来 大嫂 大嫂 我刚到家 明城就被警察带走了 现在怎么办啊 大嫂 我现在来找你 就是希望你能陪我 去一趟医院 跟明玉说一下 咱家里的事 就在家里解决 不要惊动警察 好不好 朱莉 明玉伤的真的很重 我知道 可是 爸也说了呀 他俩是从小打到大的 所以说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爸 这么说话就不对 什么叫从小打到大呀 那明城现在还是小孩吗 朱莉 我告诉你 我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重 我现在真的很害怕 大道医院会查出什么结果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他真的查出 被打残了 你别说救明城的事了 他是会被起诉判刑的 大嫂 你先别生气 我知道不管怎么样 明城他动手都是他的错 朱莉 我现在特别想问问你 为什么呀 苏明城为什么要对明玉大打出手啊 像对待仇人一样去打他自己的亲妹妹 你是他的妻子 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是有责任要问清楚原因的 但是我们在弄清楚原因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关心一下苏明玉呢 大嫂 我不是不关心明玉 我是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 明玉现在去了医院 有医生照顾他呀 对不对 但是明城不一样 他被警察带走了 你说他进去以后 就会发生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想办法 把明城救出来 要不你给大哥打个电话 让他回来想想办法 我刚才已经打过了 他明天要上班 所以睡觉之前把手机关机了 电话打不通 大嫂 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 你就陪我去一趟医院吧 朱莉 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是哪家医院 因为小咪还在这儿 我刚才没办法跟过去 我劝你 一会儿好好回家休息 等明天脑子清醒了以后 我们再想应该怎么办好吗 大嫂 我没有办法睡觉啊 明城在里面待一晚上 我怎么睡得着 朱莉 你听我说你不能着急 我呢明天 还要给爸去收拾老房子 所以我现在也只能跟你说一声 晚安 晚安 好 菲菲啊 明城把名誉给打了 明城被送进了医院 明城被警察给带走了 明城被警察给带走了 你本来呢我是不想你打 canned可 可是我怕他们找你 不是 那 那那 那明玉现在什么情况啊 要不要紧啊 啊 他上次重不重啊 我迹今为止 这是我第一个 听到你们家人关心明玉 你这个当大哥的 还算是有点人性 不是 你现在 别跟我说这些 我在为你茗玉什么情况了 被民情打得很严重 多处受伤 根本就站不起来 具体的情况 明天我到了医院才会知道 我的建议是 你抽空回来一趟 好好看看茗玉 为你这个妹妹声张正义 不瞒你说 我觉得你那个爸 还有你那个弟妹 真的是不怎么样 一个 根本就不够了 不关心茗玉的伤情 还说他们兄妹两个人 是从小打到大的 另外一个 只关心他老公 能不能被救出来 我爸说得没错 我这两个弟弟妹妹 真的是从小打到大的 当然了 每次动手 肯定是茗玉吃亏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他俩拉开 这个茗城啊 他的脑子就是一根筋 爱冲动 茗玉呢 他倒是比较聪明 可是他比较狡猾 所以每次的结果 也是各有输赢 我爸又不管事 我妈只要看到了 肯定是把茗玉一通宠骂 反正从小到大 家里没少闹得鸡飞狗跳 我怎么跟你说起 这种旧事来了 菲菲啊 你放心啊 周末呢我就往回赶 你目前要做的 就是帮我照顾好茗玉 别让他一个人 待在医院里面受罪 还有啊 明天去老宅收拾东西的时候 能打包的 尽量打包 要是有什么小东西呢 那就先留着 让我爸慢慢收拾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这刚回国 自己的父母都没见着 忙来忙去 竟忙我们家这点破事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啊 你赶紧睡觉吧 挂了 好 这冰城怎么能这样呢 就算再不冷静 也不能动手打茗玉啊 不管是什么事情 一旦动了手 性质就变了 游离也会变成没离 就是 这么大人了 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呢 行了 妈 你别说这些了 现在最关键的是 咱们先想办法 把冰城弄出来啊 那 亲兄妹打架 警察会不会为灼情处理啊 就算是亲兄妹 但问题是 冰城须一打茗玉 如果茗玉的伤害等级严重 也会构成伤害罪的 伤害罪 那就看打得轻重程度了 要是不严重的话 是不是就没事啊 如果不严重 那还好办 但有一点 就要看茗玉的态度 但我想 毕竟都是一家人 就算茗玉 对茗玉再有不满 她总不能看着自己的二哥 去坐牢吧 爸 您根本就不了解苏茗玉 茗玉从来没有把茗玉当成她哥 她根本也不认这个家 爸 这就难办了 而且大嫂说了 茗玉当时就报了案 所以这一次 她根本就不会原谅茗玉成的 不会放过她 我也不知道给你怎么办了 这次她根本就不会原谅茗玉成的 所以这一次她根本就不会原谅茗玉成的 不会放过她 我也不知道给你怎么办了 情况呢 都了解了 等法医做出上三鉴定 我们再回来处理 谢谢啊 谢谢 别快走 你爸从早就告诉我 你不是好东西 住的全家里人都烦你的 你去不家死吗 你去床上 这兄妹俩这事闹呢 这不是打我老脸了吗 你说往后我这出去 我这老脸上我哪儿磕呀 爸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爸妈今天来找您呢 就是想跟您一起商量商量 怎么怎么把明成先弄出来 亲家 孩子说得没错 这是当务之急 明成在里面待了一个晚上 我们是担心他出事 是啊 亲家 来 昨晚上我一宿没睡 就想这事儿呢 想来想去 我觉得 还是你出马才行 咱们现在就去找明玉 你当面给她下话 让她一定看在亲兄妹的份上 别起诉 放她二哥 你说对不对 李莉 你该清楚明玉这个人哪 你这阵子让我去找她怕不合适吧 你是她爸呀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去跟她说句话怎么了 我也不怕二位亲家笑话我 我这个女儿啊 我都怕她 没事我躲她远远的 明玉平时呢 确实有点不近人情 但是爸 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 那她毕竟是您的女儿嘛 是不是 只有您能去说服她呀 您不去谁去呀 我不是不去 我是怕我去了 这是火上浇油了吗不是 反而把事情给弄坏了 那您说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来 莉莉 往后啊 你得多敲打敲打明诚啊 惹谁不好啊 你说她非得惹明玉你 这不往地雷上踩吗 爸 明诚也是您亲儿子吧 他现在关在里头呢 我看您一点也不担心他 莉莉啊 明诚是我亲儿子 我能不担心他吗 他现在在里边 一定是吃了不少苦 听说那里头啊 行行行 照你这么说 里边还没人管了呢 有人管是有人管 我不是怕明诚在里边 被人家欺负吗 您不知道啊 亲亲母 从前我一个同事孩子 被抓进去了 她说那里头关的人哪 都是等着被审判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个个心头都浮躁得很 老苏 老苏 拾了平米的房子 老苏 拾了个人哪 有你这么做父亲的吗 请假 我不是也担心我亲儿子吗 这叫担心吗 行行行行 只望你救明诚 还不如我们自己想办法 咱们走 能想出办法来最后 明诚他给我住了 他没受到苦的 行了 是 你这种大事 多想点办法 喂 爸 那吴飞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去医院看明语 您要去吗 要去的话 我车过去接你一下 明语不要紧吧 她的情况我也不知道 要不然 那我们一起到医院看看她吧 我就不去了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我这血压有点高 那 那我就直接过去 明语的情况 我随时打电话告诉您 您先别挂去等会儿啊 吴飞啊 哎呀 你说这事闹的 你说我在这明诚家 也住不下去了 刚才还被 莉莉他们这一家人 给数了一头呢 哎呀 现在呀 就是你和明哲还讲点理 你们能不能尽快给我看房啊 让我赶紧搬出去吧 爸 这事我跟明哲商量一下 再说吧 好吧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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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高度行吗 可以再高一点 行行行行 可以 手机给我 喝点水吧 来 小薰 行行行啊 嗨 明渝 大嫂 小蜜 来 小蜜 叫姑姑 姑姑 小蜜 叫姑姑 小蜜害怕了呀 姑姑画了个万圣洁的妆 好看吗 不好看 那姑姑下一次画个好看的啊 大嫂 带小蜜回去吧 别让孩子看我这样 我这儿有同事在 这儿有我照顾 您放心吧 好 那我先回去 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这儿有粥趁着让她喝了啊 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把粥拿回去吧 别浪费了 我一看小蜜就不饿了 好 那 那你记得给我打电话 小蜜 跟姑姑再见 姑姑再见 拜拜 老婆 我刚从病房出来 伤得挺重的 她不让我跟小蜜在那儿陪她 我也没办法 我给她打电话 她也没接 对了 我爸怎么样了 她还好吧 这件事有没有吓到她 这件事有没有吓到她 你别跟我提你老爸了 你老爸刚才给我打了电话 我以为呢 他是要来医院看茗玉 结果他不但不来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他说他在明成家住不下去了 而且还让我尽快给他看房 我真的是无语了 苏明哲 你说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样的夫妻 非非非 你别这样啊 你别跟我爸一般见识 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不想跟你说了 我现在赶紧得回老宅清东西 今天中介又催了 我挂了 好好好 挂了啊 拜拜 别抠鼻子了 抠鼻子脏 来 走了 妈妈带你去玩了 走 张开双臂 好 一 二 三 好 别老看 对眼睛不好 一会儿再看啊 我去买点水果 你炖点汤 一会儿我们去趟医院 你这是打算 四大将不愿愿出面 只能是 我们去找茗玉求情了 行吧 爸 妈 你们别去丢那个人了 莉莉 他们家不管咱不能不管 人总是要救他 对呀 让你爸去吧 我自己去 是吧 是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请问苏茗玉是住这一间吗 是 您是 我是她二嫂 我来看看她 那你稍微等一下 老大 您二嫂想见你 在门口等着呢 不接 好 怎么样 我可以进去了吗 不好意思 明总她刚吃完药已经睡着了 省麻烦您跟她说我是状态 明总她伤得很重 你现在就是进去也是打扰她 请回吧 麻烦您把这束花交给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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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上 就长了 我上手 immedi她 她杀了 最早一可 以及长佬的 墨嵘 乐远 这可 蒙总的电话 你告诉他了 多醉 喂 师父 明月 这是我才刚知道 你现在怎么样了 还好 就是鼓励 骨头倒是没短 我现在锁头上还有点事 不能回来看你 你先告诉我 这是谁干的 孙姑娘 还是我老婆 都不是 没事 你告诉我 是谁 是我不想说 是我的家事 是 是 我现在锁头上还有点事 不能回来看你 是你二哥为了嫂子的事啊 嗯 哎呦 那 这事就 就有点难办了 这事你不用操心了 我已经报警处理了 不 不 明月 你这到底是一家人 你二哥要是真坐了牢 你 将来你们怎么相处啊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 不 不 不 这毕竟是因我而起的啊 你嫂子那边呢 我会去打个招呼 那这家务事呢 能不上法院就别上法院 你得为将来考虑啊 师傅 我有点累了 我想休息一会儿 好好好 那院长那儿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会给你最好的照顾 我回来我会马上过来看你的 好 谢谢 谢谢 小学生 小学生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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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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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服要记得按时试 谢谢 没事 刘总 你怎么来了 我这刚听说 怎么样了 不严重吗 挺严重的 什么叫挺严重的 那 不行 明总她说了 公司来看 她的人实在太多了 她专门吩咐我在这儿守着 谁也不想见 我 柳青 柳青也不行 明总的原话是 所有人 柳青 进来 好 这么严重啊 看什么看 没见过仙女 你现在更漂亮了 帮我打床药去 是 你不锻炎药 您还不锻炎药 你不锻炎药 你能锻炎药 你锻炎药 你锻炎药 你锻炎药药 你锻炎药药药 谁干的 人抓到了吗 已经进去了 还行 命大 鼓励而已 我靠 这下手也真够黑的啊 你放心啊 哥们儿帮你找人 必须得狠狠办他 关他个三年五年呢 你说吧 谁 是那姓孙的 还是那个蒙太 都是 那谁啊 我二哥 你 为了你二嫂的事是吧 虽然这个事你办得 确实有点过 但也不至于吧 你是她亲妹 这下手也忒黑了点 这过分了 但我不是第一次 过去常有的事 你二哥是不是还关着呢 嗯 你打算怎么弄啊 起诉的 人法律制裁的 喂 爸 你说我现在一个孤寡老头子 都没人管了 你倒好 你左在上海躲清景 你还是我儿子吗 爸 我现在正在上海上班 我走不开啊 要不然你等我 你还等什么等啊你啊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等什么 你不赶紧回来组织大局 你还真要让明城坐牢啊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滚回来 行行行 我知道 我知道了啊 我告诉你我现在这血压 可上来了啊 你要想活着见着我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来 姐姐 我不是不给老刘打电话 你得好好想想 你这么处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毕竟你们是一家人 他打我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我们是一家人 这我 我的观点啊 就像这种人渣 你想怎么处理它 都不过分 但是 你 你这么处理以后 你想没想过 对你自己会有什么影响 就比如说你二哥真的坐牢了 会不会有人说 你心狠手辣 连你二哥都起诉 你要明白现在的人啊 都会同情受伤害比较大的那一个 你得做好平衡 免得你这个受害者 到时候被指认为是施暴者 那就不划算啊 所以我建议你 你再考虑考虑 你打不打 你不打我打 行行行行 姐姐 你别动 不就打个电话吗 我一会儿就打 一会儿 现在当着我的面打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打不打 我一会儿就打不打 我一会儿就打不打